当春夏秋冬走成一个完整。 对大学棒球队而言,重要的活动不外乎有两件,一个是大砖杯,另一个是宋舅的活动。 大砖杯是让外界肯定一个团队的时刻,亦是展现自我平时训练成果的时候。 宋舅则是学弟对学长姐的一片心意,身为学长姐,在一个队伍当中不是只有练习,更有带领。 如何带领学弟妹,如何让一个团队同心协力,这是他们格外辛苦的地方。 宋舅是晚辈表达对前辈的感谢,也是个机会向前辈们表示,你们可以安心退休了,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撑起整个队伍。 10月底到12月,是大砖杯分区出赛的时候,打完了出赛还会有排名赛。 出赛打得最精彩的不外乎是北二区,包含新竹跟桃园。 交大、平阵高中、新明国中都是棒球名校,棒球这两个地区从基层教育扎根棒球风气到大学甚至是社区球队都很盛行。 一般组经常出赛就看得到四强甚至是决赛的组合,像是交大与体大,在出赛与复赛中就都有交手过。 每年大砖杯前四名也一定都会有北二区的球队,以106大砖杯为例,前四名依序是体大、文化、交大、清华,四队就有三队属于北二区。 冬属于万物休息的季节,可是球队的脚步却不能因此停下来,因为开学后迎接大家的是大砖杯赴赛。 寒假的训练异常的困难,比赛打得格外艰辛。 投手怎么在10度的天气维持身体热度?冬天体力消耗比夏天快要如何撑过一场九局的比赛呢? 再者因为天气关系,守备时没有球过来,就很容易精神不集中,更要避免受伤。 而打完球后满身是汗,在外吹风又容易感冒,复赛前必须克服种种恶劣的情况,否则复赛也走不远。 大砖杯的复赛会在三月底结束,虽是万物新生的季节,却是球队的休兵时刻。 打了大半年的比赛,加上属性寒逊,早已疲惫不堪。 一切都结束了却是新的开始,带助曾经迈向未来,新的一季来得其实很快。 凤凰花的仙艳,提醒了人们毕业的季节到了,带在球队最久的雪场姐们要走了。 五六月的宋舅加上七八月的属讯,夏天是球队在忙碌不过的季节。 宋舅是一种感恩也是一种传承,谢谢雪场过去的教导跟照顾,让自己有所进步。 此外,无论是宋舅比赛还是参会,雪场姐都会在这时和雪弟妹们谈心交流,让新的一介知道以后要怎么带球队,是个看似轻松实则重要的场合。 此外,新生也会在暑假就加入鼠讯,一代新人换旧人,在球队也是如此。 焦大将毕业的雪场姐送旧赛后和赵。 当太阳去了南方再回归之后,当春夏秋冬走成一个完整,这热的阳光下,是一个崭新的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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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